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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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在戒严时期 你如果批评政府或甚至批评领导人 尤其是蒋家的人 那各位不知道的 你有时候批评的那个人 你就要被抓去做监牢的 我那时代还算好 我的学生呢 在那个警总的末期 在绿岛当兵 那时候警总要关门了 警总要关门了呢 他就发现了很多档案 全部被烧掉 他还偷藏了一些档案的照片 那时候手机没那么方便 没有手机照相照不出来 他告诉我说 老师你知道吗 有人就是因为在厕所写了 譬如说蒋送美玲王八蛋 就被抓到立的岛去了 甚至那个是不是他写都不知道 但厕所出现这句话 他上厕所出来 下一个人看到就说是他写的 这种人就被抓去绿岛 所以在那种时代 也没什么人权律师 替你出来讲什么的 在那种时代 你要知道讲政治笑话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后来我念书念多一点 在共产主义国家 或者任何极权社会 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简单来讲 讲政治笑话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政治笑话通常都流传在你的敌国 你本国不会有 但是跟你对抗国家 有很多有关你们国家的笑话 还有有人说认为 政治自由的国家 会比较多有关自己的领导人的笑话 政治不自由的国家 领导人的笑话要到别的地方去看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在美国念书 台湾还没有解言 就流传着一个 蒋中正去见孙中山的故事 这个在你们现在来听 完全不好笑 在我们那时候来听极度好笑 因为呢 中华民国自从行宪之后 总统一直都是同一个人 一直到他过世 他变成他儿子 那这种事情 在我们那时代 觉得他领导大家 这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但是呢 因为民主制度要换人啊 那宪法规定啊 那宪法又不能改啊怎么办 就来个动员 看断时期 临时条款 把一切宪法都冻结 所以呢 这个笑话你要有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当时做一个 做一个规矩 老百姓不觉得这什么问题 那时候民间就流传这样的笑话 这笑话呢 后来解言之后我才听到 听到完整版 我后来还加了一个版 好 那这现在讲都没有问题 说到这个蒋介石过世以后 就到了天堂 见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因为在民国十四年过世 1925年 孙中山就问蒋介石说 哎呀那后来中华民国 行线了没有啊 蒋介石说 报告总理 行线了 而且呢也顺利的选出了 照您的想法 组成了国民代表大会 然后选出了总统 那第一任总统是谁呢 第一任总统就是在下蒋介石 好 第二任总统蒋介石 第二任谁呢 第二任叫做赵立莲 这可以换的 赵立莲是另外一个人 那时候教英文叫额妈妈 那赵立莲就是说 根据过去的例子连任 可是听起来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赵立莲 第三任总统呢叫吴三连 吴三连真有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呢 正当过台北市的市长 不是民选时代 吴三连 所以其实还是蒋介石 可是叫吴三连 第四任呢 余又任我又干了 听起来都四个不同的台湾的名人 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他大作己认为 哇 反正这笑话就讲这样这样 讲到后来 我有一个朋友 现在在东吴教书 一个音乐家 他叫吴丁莲 我后来就说那天他也在场 我说那最后任总统就是吴丁莲了 就是我死了我儿子做 丁就是儿子的意思 懂吗 所以我说哇啦这笑话非常完整这样 那吴丁莲的笑话真的是 因为有吴丁莲在才能成这笑话 不然大部分人都讲到余又任就结束 因为讲不下去了 所以这是 这笑话现在能讲啊 以前不能讲啊 以前唯一能讲这些笑话 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 我听过的是蒋伟国 蒋伟国是蒋经国的弟弟 蒋介石的儿子 他在台大第一活动中心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大理堂演讲 我跑去听了 讲国际现实你知道吗 这个蒋伟国是我听过 在那个时代听过最幽默的人 我没有机会碰到林语堂讲笑话 我说不知道林语堂有多幽默 但是讲那个蒋伟国之幽默这样 我还记得他讲什么国际现实 我完全忘了 他讲两个笑话记到今天 第一个笑话说 你知道鬼最怕什么吗 所有人讲哼 这什么费爱一笔 他说鬼最怕开会 所以呢他说只要国民党一开会 那鬼都不在 因为鬼一开会又开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好好笑 虽然我那时候开会开得很少这样 第二个笑话说 唉我现在真是越来越 活得越来越好 他说以前我是总统的儿子 现在我是总统的弟弟 你不知道这有多好笑呢 在那个时代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跟总统的关系是越来越近这样 有一阵谣传他要当总统这样 还好没有 不然的话他这笑话要怎么说呢 哎呀我终于混到了总统这样 这又不是奥斯卡颁奖对不对 好像我被金马奖提名好几次 这次终于拿到了 谢谢 好所以这政治笑话 政治笑话这个不太容易 我以前听到的在美苏冷战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美苏必有一战 而且这一战呢是核子大战 那是很可怕的 你看不到敌人了你就没了 我当美国念书的时候 1980年代 那时候苏联还没瓦解 苏联后来在八年代末期 就自己就挂了 那美国人都吓到不可得了 他就想说不会吧 这太可怕了 怎么会这样 所有的苏联专家 所有人跌破眼镜 也没有人预言苏联会自己会垮掉 没有人知道 就像在我们台湾 没有人知道国民党会垮掉 没有人知道 各位同学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 有多少什么国民党的那种 那就别讲了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好苏联会垮掉 结果我们在各大的校园里面呢 既然各大都有学生报 不像我们台湾那个学生报办不起来 每个礼拜出一个学生报 学生报说有一天呢 在大楼的地下室 发现了那些桶子 那个汽油桶 结果里面呢 竟然都是战争备用的食品 还有那个相关的东西 什么 防毒面具 饼干 口粮 因为呢 然后上面画一个 这是为了将来核子战争的时候 这些人要继续跟苏联打对抗到底的 1980年代发现那个 然后都不能吃 都不能吃 然后就觉得哇 美国人真的很认真 后来我再问一个1960年代到美国念书的前辈 他说他们那时候每天上课 每一周上课都要有防空演习 防空演习就是要尽数的老师带领所有的学生躲到地下室去 然后就避免核子战争发生的时候伤亡会很惨重 60年代他们还准备那个 准备了半天这些事情没有发生 我念小学的时候还要防空演习各位有吗 躲在桌子底下要这手跟那个要遮住对外说防止什么灰尘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好高兴因为不用上课 小学生反正什么事情只要不上课都是OK的 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防空演习做得非常好这样 后来你们还有防空演习啊 地震嘛你们现在是地震 我们以前没有地震的问题啊 反正我们那时候人多嘛 而且没有碰过921这种规模的地震啊 那真的吓死人了 对不对 那以前没碰过啊 所有地震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那时候 当然921改变了一切这样 那911也改变了一切 所以神秘的九月 现在只剩下901没改变一切 所以各位要小心 901还没 所以哪天9月1号的时候小心一点 这样的话就三个满贯你知道吗 拉下来的时候大概 91 901 921 911我们31啊 没有还好没有 这样灾难会少一点 好了我再这样讲下去 会以妖言惑众被抓起来 或者以精神病的理由被抓起来 反正总是被抓起来 那幽默跟政治 真的是不好讲的题目 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现在比较民主了 你可以开很多人的玩笑 像我们的讲那个同学收集笑话里面 那时候就有什么 马英九最喜欢看的书是什么 对不对 叫金平梅 那因为他希望王金平梅有了这样 那这笑话你看这几个礼拜在听 这几个月在听就已经不太好笑 但是当时在听就很好笑啊 就第一个想出来的人真是天才啊 笑话就是这个特点 谁是天才你也不知道 但至少反应的某种程度老百姓的心声 那老百姓的心声变化蛮快的 这个现在听起来是这样 那如果将来情况一改 可能又是另外一样 好那政治幽默 通常有一个人先分类 在1990年代 他根据四个标准 什么目标啊 焦点啊 接受程度啊 呈现型 那这四个怎么分 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一个叫支持型的幽默 美国总统竞选 台湾也是一样 但美国总统竞选 常常喜欢找邪心来帮忙 邪心呢 常常开总统的玩笑 但是你要怎么开玩笑是帮助他的 而不是求他的 好这点就很重要 呃台湾前一阵子 这样民进党里面像那个 当过新闻局长那个谁 很会开玩笑 他还会唱Rap歌 以前当过东吴的学务长 哎我怎么一直把他名字给忘了 他就是呢比较幽默型的 那国民党里面比较幽默的人 知识型的 但胡志强是相对 相对上相当幽默的人 胡志强很幽默 而且是很高级的幽默 我们撇开政党不讲 那个啊 谢志伟 谢志伟的幽默有的时候 就会比较刻薄一点 他后来当了新闻局长 就讲了一些稍微刻薄的幽默 他不当官的时候 他讲的幽默会比较 能够达到 激到别人的要害 所以啊一种是知识型的 一种是善意型的 你希望别人改进 你当然先说好话 这个在孙中兴的这个课上 实在是学到很多啊 不过我觉得 还是有点改善空间 这就是善意嘛 要不然你怎么能说 我在修孙老师课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就没学到什么 他讲话都是废话 我在他课上忍受了很久 那这个大概就是颠覆型的 暗中破坏的呢说 我在大吉的时候修了孙老师课 最让我高兴的呢都是其他的 上课的时候 暗中破坏 你也没特别讲我什么啊 所以大概政治笑话 就有这几种类型 这是他的分类 那Hunsch Bayer 这个德国学者的研究呢 他就讲到啊 他的讲话比较完整一点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论文 他说笑话 常常以相似的形式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出现 我们现在讲这么多笑话 尤其是你要经过那个 明朝末年冯孟隆的校府 你就知道很多笑话 其实原型在那个时候 所以从长远的人类历史来看 我们的人生命实在太有限了 不从历史追求那你会以为 这都是新兴现象 很多完全不是新兴现象 就是因为 就是为你无知啊 他说有一些笑话呢 但是跟动物 长寿的动物有关的 希腊版是说一个笨蛋 听到杜鸭的故事Raven 可以活两百年 就抓了一只养在笼子里 看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你也看不到啊 因为你活不过 人都活不过两百年 在圣经时代可以啦 圣经时代的人都活很长了 而日本版说 听说乌龟可以活一万年 一个人不信 就抓一只小乌龟来试试看 他不管怎么活都活不过乌龟 所以你怎么看要活乌龟一万年 然后那个人竟然回来说 哎呀那真是可惜 日本人就多加了这个尾巴 德国版呢是讲 德国第二次大战后的总理艾德诺 所以艾德诺呢 这个决定要永远在位 所以就养了一只乌龟 看他们这个门子打错了 看他们是否真的活到三百岁 这是当然讽刺这些人 恋战不退啦 这个一直有这样子的笑话这样 那政治笑话跟非政治笑话呢 他说非政治笑话 像古希腊跟古日本版的笑话 都可以转成政治笑话 这是可以转换的 特别是一个著名政治人物 著名的著也打错 著名两个字都打错 著名政治人物成为笑话主角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学过的笑话 看怎么样就套在他头上 那政治笑话主角不仅可以是当权者 也可以是被统治者 那政治笑话不仅可以由下而上 也可以由上而下 那上升阶级 你知道住在那个地堡的人 怎么看你这些开玩笑的 那些抗议的那种人 有种你就自己赚钱住在我这里吧 我想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笑话 就是你看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穷 就是没能力 只有能力抗议 没有能力去赚钱 大概就是这种笑话 我们常常听到的反应 都是另外一边的 那政治笑话对象 除了当权的名人之外 可以是社会团体 贵族爆发户 征服者 边境管理员 警察 法官都可以 大学教授也可以 幽默社会学老师 变成幽默社会学笑话 这也是可能的 他的课到底有多少人呢 两人 两人没来还是两人来啦 好那另外呢 这个 The government wants us to tighten our belt 有一阵子这个 苏联跟中国大脑都有类似的说法 只要盒子 不要裤子 所以宁愿老百姓扼到 也不能不发展盒子武器 因为呢 发展盒子武器就可以 不要被美苏两大国 这个牵着笔子走 就要加入盒子俱乐部 现在除了中国有之外 美苏以外 就中国有 印度也有 伊朗据说也有 以色列据说也有 台湾有一阵子要发展 然后被那个CIA的间谍 就是我们自己在台湾 台湾在美国念书的 被CIA接收的人告了密 然后那个人就跑到美国去了 然后就跟美国说 中科院在发展盒子弹 然后美国就不提供了 我们什么相关的技术 然后台湾的核子弹就结束了这样 所以台湾有在发展 没有在发展 我们一直宣称没有发展 宣称是一定要的 这就是宣称的目的 懂吗 连宣称都没有 那你还要搞个屁 对不对 好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tighten our belt 想要把裤带勒紧一点 Unfortunately We already eaten our belt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裤带给吃了 应该是皮革做的 这表示他已经穷到的地步 没有裤带可以勒紧了 以前很有趣的 台湾跟大陆互相说 对方在吃香蕉皮 那这个最有趣的就是说 那香蕉谁吃 那一个说法说 在一个地方 香蕉就高干吃了 然后那个 因为这个大陆人认为 我们是美帝走狗嘛 在那个时代 他们就认为香蕉就美国人吃了 从来没有人认为 香蕉是猴子吃的 我一直认为 香蕉其实就是猴子吃的 这当然很搞笑 就是完全不把它摆在那里面 不把它摆在这个 你要讨论的里面 Ivan 这个笑话 我真的研究了半天 我才大概知道 这是什么笑话 Ivan是一个 苏联人的常见的名字 Who as a tank soldier took part in the occupation of Czechoslovakia 这是捷克斯拉夫的 他曾经是一个坦克车部队 各位知道布拉格之村 我不知道你们念的历史 那是我们的当代史 你们现在算是近代史吗 就是苏联为了镇压布拉格之村 就把坦克车开到那个广场 不然那广场我在1997年去了这样 真的是可以摆一辆坦克车的 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 就是那个广场上 一辆苏联坦克车 这个就是那样的背景 return after three months to the Russian garrison town 就是他回到了他苏联的镇上 这garrison是警备 以前那个警备总部 就叫garrison headquarter in the canteen 在那咖啡厅里面 he was besieged with question 大家都要问他 how was it 是不是很艰苦啊 这是在共产主义讲的 我们在这个靠西方媒体了解 都是苏联入侵捷克 有布拉格之村这样的电影 就是书籍 how was it did you see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in Prague 你在布拉格是不是看到一堆反革命啊 反革命就是反对革命的人 就是该被屠杀的对象 这在共产主义的语言里面 现在大家没人这样讲 在以前只要你被套上反革命的 你就完蛋了啦 简单讲 我这种人大概在当时 就一定是反革命的啦 被套反革命的啦 he responded 他说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everywhere nothing but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到处都是反革命啊 除了反革命没有别的人啊 这句话其实讽刺着说 那大家为什么要反革命呢 你如果能想 after a while someone asked and what about Yevgeny 他说那 Yevgeny Evgeny这个人在怎么样啦 when is he coming back Yvgeny什么时候回来啊 comrade Ivan answered somewhat hesitantly 因为前面的答案 都是政府告诉你要讲的答案 他很迟疑的说 he'll be late coming back in fact very late he didn't see any counter revolutionaries 他会很晚回来 因为他没看到任何反革命 没看到任何反革命 第一个他可能逃兵嘛 第二个他可能被杀了嘛 或者他投降了嘛 对不对 就投成西方了嘛 对不对 在那个时代啊 同学你们大家不了解 这个美苏对抗这种 常常要这种反共意识这样 因为美国的政情不同 所以有些笑话会被认为 特别是被政府认为是政治笑话 比如说这里243页下面 秘鲁在军政府统治之下 下面这个笑话就是政治笑话 别的国家不会 What is an oligarch? Oligarch是寡头统治的一个名词 什么叫寡头? 就是一个人或者少 极少数人统治 这叫寡头 他就说 A man who lives like a general but not with his own money 一个人活着像个将军 但是不是靠着自己的钱 就靠收瓜来的钱 这种人叫Oligarch 那你说这个像一个字典的定义 有一种类似这种讽刺 社会上很多现象的字典 叫做魔鬼字典 以前也有台湾的翻译 像这个话 这话在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就是一个魔鬼字典的一个定义而已 并没有这个太大 但在瑞典呢 这就是一个 不是在瑞典 在秘鲁讲错了 就是一个政治笑话 另外呢 240在这里 他认为转移话题的 或抚慰的笑话 幽默可以降低民众的防卫心 让他们容易被说服 而且笑声可以凝聚人们 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 跟美国总统罗斯福 都是用笑话化解紧张冲突的高手 中国的领导人好像都不是 所以中国领导人 不管是台湾的 或者是大陆的 或者东方领导人 好像讲笑话的人都非常非常少 大家都很严肃的 然后你一开他玩笑 他就很生气啊 你知道吗 就很少会把玩笑开回来 美国总统呢 在什么感恩节什么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都要拍一段影片 白宫的 要搞得很好笑的 有时候拿自己的搞笑 连布希都拿自己搞笑过 那是一个特别日子 台湾你想什么时候 马英九敢拿 叫他的太太拿鞋子丢他自己 那他就搞笑了 你知道吗 大概不会 我觉得台湾缺少这种容纳的哑量 你真的要了解老百姓的心 你就要知道拿个鞋子丢出 叫自己亲爱的拿鞋丢出 你看看 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或者如果我来设计 就是马英九拿鞋子丢自己的 一个人形立牌这样 他就可以知道有一个客观化的这种做法 他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 对他那么不满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他那么不满 那这个你用暴力的方式 当然用那丢鞋的方式 他万一还没想到你丢鞋就白丢嘛 你如果能用一种方式让他体会到 然后能够改进 那这个才是重要的 不然的话你只要等到选举的时候 用选票来证明你对他的满意或不满意 好 那某些政治消化可以让敌对的双方妥协 他没举例很可惜 我很想知道 有啦下面对不起 好二次大战以后的前二十年间 德国跟以色列外交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 因为德国是屠杀犹太人最多的地方 以前到现在也是 你只要一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画像 在他的人中的地方 你涂上一圈小胡子 那个形象大家知道那就是专制 你不必解释 因为那就是希特勒 有一阵子那种胡子很流行 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留胡子的人 那是一种典型的那种 可是现在没有人敢留那种胡子 像我爱留胡子 我到时候只留这搓胡子来 那大家不觉得我吃着苦吃吗 我留个希特勒型胡子干嘛 所以这胡子很倒霉 变成希特勒型的胡子 好说到这段大战前 德国跟以色列外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时德国驻以色列大使 就硬邀参加私人晚宴 这是很紧张的 很紧张的关系啊 其间一位以色列工业家 就以犹太笑话以色列来兵 可是德国大使为了面子 而且有些尴尬 整场都没笑 德国人又以不笑著称 就严肃著称 主人看不下去了 就说笑一个吧大使先生 让大家欢乐一下笑一个吧 结果整个场面就因此破冰 那这个海峡两岸有些关系也是 有时候真的要靠笑话 而不是靠那种满嘴的善意 我觉得这个我们海峡两岸的官员 这点上面都还不是境界不太一样 也许这是这种文化的关系这样 我们很少人去化解的 像我上次那样子讲啊 我就觉得 我一直觉得这个笑话是 满有创意的啊 就是有关钓鱼台的问题啊 所以你叫钓鱼台 我叫钓鱼岛 他叫主岛 可是我们有个共同的 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 就是 然后大家讲自己的名字 是我们的这样 三个人同声讲是我们的 我觉得笑很好笑啊 一个把那画面分成三个这样 先开始大家讲的不一样 然后最后一样的话是 是我们的 这四个字这样 你不觉得可以显现出那荒谬吗 你可以来一个那个岛的独白这样 说什么时候我有三个爸爸 我不就是一个岛吗 好吧 这个有点敏感好吧 算了 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是唯一能够化解这件事情的人 好的 然后他说这个疗愈的笑话 笑话幽默不能改变世界 不能 但是可以缓解环境对大家所造成的不满 跟失望 有时候就提供你另外一个观点了 那德国科隆呢 在二十大战期间被盟军轰炸 一个人将他邻居从瓦历中救出来 邻居毫发无伤 救人者看着瓦房屋全毁 真是可怜啊 你没房子住了 邻居反驳他说怎么会呢 我已经背对全毁的房子 而现在你正在面对他 意思说我已经活过来 你没有 有时候你去劝一些 去看一个从灾难中出来的人 你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替他难过 有时候他觉得你的难过造成他更难过 他希望不要看到他已经走出来 你还没走出来 那我们常常不是有人过世吗 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话可以说啊 你只好说节哀 那有人不那么哀啊 那叫他节哀 节个什么头啊 那我老外也非常的有趣 我刚才去说 你要是听到对方讲到他的谁过世了 你听完了他想说 我阿嬷过世了 你马上要讲啊 你不讲是不礼貌的 你马上说I'm sorry 你不能翻译 我很抱歉 你抱歉什么 又不是你杀的 我很遗憾 这都很怪的啊 这句话就不要翻译 我们说文化没这种事情 如果你听到人家讲说 什么什么 谁过世了这样 你马上说阿 我很抱歉 我很遗憾 那听起来就是翻译的嘛 没有人这样讲啊 我们这文化里面不讲话的 像刚刚有人醒鼻涕嘛 对不对 在这种天气啊 醒鼻涕啊打喷嚏啊 在美国马上就会说Bless you 或者有人就讲Gesunheit 这是一个德文 我们台湾呢都不讲话了嘛 如果要讲话就脏死了 戴个口罩吧 没有这种关怀呢 所以我们没有一句这种话 来应付这个场面 我们现在很多都没有场面化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就不同的文化 来我们这边发现 嘿奇怪 你们好像都不太关心人 然后我们的那种打分地 或什么好像也不太在乎别人 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确实是啊 这习俗的问题 好 那这个奋事忌俗的政治笑话 说这是不针对任何一个人 对政治状况所造成的 道德疏离的一个一般影像 巴伐利亚农业区 有一个贪污成性的市长 大家都要求撤换他 可是另外就有人持反对意见 因为他的伎俩大家都了然于心 也习惯了 再来一位新人 不是大家要重新适应吗 这个我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一个学长在南部做生意 在政党轮替的时候 他是支持那个上台的政党 我说哇那不错啊 你支持政党终于上台了 他说有好处有坏处 当然我支持他上台了 他坏处是我们现在送礼 不知道送给谁 因为国民党执政 长久以来你都知道 谁收礼 谁可以办事情 现在新的政党起来了 你不知道谁可以帮你办事 说的有点悲哀了 就是类似这样 你这救的人再坏 你还知道他的 他收多少钱 他帮你办事 有人呢 是好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事情 不透过他 不透过谁 能不能办成 以前有个立法委员 很有名 大家都叫红包 什么人呢 其中是一个他的名字 他过世的时候 大家都称赞他 说第一个 其实他称赞干嘛 他拿红包 他说 某某红包叉 这红包叉 拿人红包 一定替人做事 而且呢 没做完事他会退还给你 这是红包叉的做人的风格 这竟然是后来 大家对他的怀念 他的立法院同事跟其他人 我觉得这蛮奇特的这样 不是不应该收礼吗 他做这种事 叫选民服务 那其他人的那个钱 叫政治现金 大家都知道 这都不是贪污 民意代表没有贪污问题 那就叫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替这些民意代表 所想出来的一个重大的人 我觉得应该颁发 这些政治人物应该颁发 政治现金委员会的发明人 谁发明的字眼 非常重要 他们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 政治现金 好 好 这边有一个笑话 这边笑话呢 蛮冷的 这要有一点文化的基础 到罗斯福 丘吉尔跟史达林 244页 在天堂碰到面了 他们参加了那个什么 雅尔达会议 然后呢 就开始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吉尔呢就从他的那个皮的盒子 皮的盒子 烟盒子里拿出一支雪茄 然后放在桌上 然后呢其他两个人呢注意到 这个皮 那个放烟的盒子里面有明刻的一段文字 to the savior of the empire from the grateful nation of the empire 他说献给我们民族的救星 那个时代很流行讲民族救星 我小时候成长都要称蒋介石总统 民族救星 连他过世了都还觉得民族救星已经怎么样 好像民族也要完蛋了 好 过了一会儿呢 罗斯福就点燃了一支香烟 然后呢他也是一样 他有一个摆香烟的盒子 盒子上呢也刻着一个字 Mankind in gratitude to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比丘吉尔还要大 就说我们人类感谢拯救世界的救星 就是罗斯福 那剩下斯大林啦 你想那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 这大家笑话的第三段都是让你跌破眼镜 斯大林呢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他拿出了一个金的盒子 从他的那个胸的口袋 胸前口袋拿出一个金的盒子 然后呢他就点燃了香烟 然后所有人都看到他里面 那金盒子上面有一个名科的文字 写The Vienna Jockey Club to Count Esterhazy Vienna这个赛马协会送给Esterhazy公爵 那什么意思呢 这是他偷来的 他们苏联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这不是他的东西 这样啊 所以这个很讽刺啊 战利品啊 不是你的啊 好 那有 其实呢这个 外国的博物馆展览出中国的东西 或者你到罗浮宫看到埃及的东西 看到希腊的东西 你多少少都会想到说 为什么这东西不摆在希腊 为什么这东西不摆在埃及 为什么摆在法国罗浮宫 好像有博物馆学里面有一群人很少的人 觉得所有的 所有的现在的文明的遗产 都应该摆在他原来的地方 但是这因为政治的关系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一阵子政党轮替的时候 听说民进党中间有人 要用故宫博物院来换取台湾的独立这样 说故宫博物院都你们都我们都还给你 那你不要打台湾这样 让我们台湾独立这样 听说有这样子用国宝来换 就被很多人斥为无稽这样 这也是一个政治笑话 就是你要保障台湾的和平 是不是靠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可以 那时候另外一个笑话 说既然大家知道的故宫都是大陆的故宫 那我们台湾要不要改个名字 台湾的故宫要不要改成台北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这样 结果被所有人大骂 说你改了以后谁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结果就没有改 有一阵子在台湾非常流行改名 所有关中华的东西或中国的东西都要改成台湾 那时候大学也要改名 各位可能在念小学或者国中的时候 结果呢那时候就有一个笑话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政治跟教育的笑话 说要改名的话最喜欢改名的学校是什么学校 答案有两个 中华大学跟中国四专 他马上可以改成台湾大学 这很好笑耶 好吧 这要不要留就看 这我没太特别意见 这比学生讲给我听的 那幽默的范围是观众眼中出古迹 就是情人眼里出息是一样 幽默不是讲的人觉得幽默 讲的人可能有意幽默 听的人万一没办法接着这个幽默 这幽默是落空的 那讲的人本来不异于幽默 听人觉得实在超级好笑 这就造成一个意外的效果 这我们在上课都举过很多例子 那接下来一段呢 他跟幽默的跟政治关系没关系 他就是在讲幽默的技巧的问题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最后一章也会稍微讲到 这里就稍微讲一下好了 因为这是一篇独立的长文 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也讲进去 他认为幽默的技巧一个就是意外 尤其简短是意外的精髓 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讲得一清二楚 你就讲完了他就听得懂 像刚刚讲的Vienna Jockey Club to Count Esterhazy 人家都是因为他的功劳 然后有那名科的文献给他 然后这个人是因为别人送 抢别人的 然后During the Nazi period Karl Valentine told his story in his Munich Cabaret 这Karl Valentine是当时在夜总会里面 蛮有名的一个表演者 我查了一下 所以他在慕尼黑的那个夜总会 就说了 Earlier we had a big industrialist 早些的时候我们有的大工业家 And what did we have? party bosses 党编 现在我们什么? 我们有党编 Then after the revolution 在革命之后呢 The Marxists came 那来了马克思主义者 And what did we have? Party bosses 还是一样党编 Now finally we have the National Socialists 然后我们现在有国家社会党 就是纳粹 And what do we have? 那我们有什么呢? Friday 一拜五 这是什么好笑的 这我们就完全不知道 这显然当时是极度好笑的话 因为第一个答案是党编 第二个答案是党编 Party bosses 第三个答案 你期待这个党编 就不是 说是 Friday 好 那那school course in 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就是当时的东德 现在转过来叫德国东部 因为他已经统一了 所以叫德东 The Soviet will soon fly to the moon 蘇联马上就可以上太空了 飞到月球上去了 Says the speaker emphatically 强调说 A farmer asked 这个农夫就杀了 All of them? 他们所有人都飞到月球上吗? 这大家就会高兴到不行 因为这表示对苏联人的不满 好 那有生死攸关的政治笑话 说Stalin Stalin is giving a speech before a mass gathering in Moscow's Red Square 在莫斯科红场前面 有一群群众集会 那Stalin要发表演说 Someone sneezed 有人打喷嚏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squad of God on the square asked Who sneezed? 这个觉得这对领袖的不敬啊 怎么给打喷嚏呢 就说谁 I see silence 没有一个人出声 The commander had the first row of a crowd step forward and give the order for the man and the machine gun to fire 他第一排站出来 机关枪完全杀了 Stalin starts to speak once more Again someone sneezed 又打喷嚏 因为冷啊 等冷啊 After the same procedure the second row of the crowd is moved down 第二排又全被杀了 那你看第三排出什么事 When Stalin is interrupted a third time with a sneeze the crowd is asked Who has done it? A trembling old man in the last row says It was I 是吧 那个最后一排的一个老人说 是我 然后 The studying calls out in a friendly fashion Good health, comrade 祝你健康 没有把他杀了 那是好笑在哪 其实还是要杀人嘛 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这样 或者说老板就并没有杀人 你下面想要杀人 所以这也是笑话啦 这个到底是幽默幽默在哪里 有时候真的政治幽默不在现场 不在那个时代有时候很难聊 另外一个双关语啦 双关语就比较容易啦 像金平梅 就是一个双关语嘛 另外呢 英文可以字母反转啦 中文大概就是前后可以颠倒啦 我看到最好笑的一个笑话 是当时民进党当政 那个台湾的妈祖想要组团从海上 那时候海峡两岸不能通 想要从海上回到媚州去妈祖进香 因为妈祖庙都从媚州 大陆的媚州来的 那时候呢 就在讨论可不可以这样做 那渔船说他们要绕境 其实就跑到媚州去 然后再跑回来这样 那希望那个海巡单位 什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跟对方说好了 可以这样去 结果呢 当时的吕副总统 极度反对 那时候呢就画了一个政治漫画 说妈祖算什么 你祖妈才算数 你祖妈 祖妈跟妈祖把它倒过来 就真的很不一样 那妈祖算什么 你祖妈 我想当然 吕副总统一定不会这样讲的啦 但是政治那个跨漫画人 抓到了这个妈祖跟祖妈的这个关系 尤其是在台语 你祖妈 这个话是很有 很有利的一句话 这样 你只要翻成国语 说你爸爸 这没有什么 这没什么好说的这样 好 那字母的翻转 那这个 还玩弄自意的模糊游戏 像耶稣的这个肉体复活 这已经不是讲政治 这个叫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 在基督宗教就有两种意思 一是神圣的 就代表是耶稣的复活 另外呢 要亵渎的 表示肉体的欲望 因为flesh 是肉体 也是耶稣的肉身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搞到不一样的意思 完全可以喔 另外一个字面意义跟有意义的意义 这有时候逻辑上有什么内涵的跟外延的啦 什么之类的 有些人听到的故事都是字面的意义 那有些人会听到弦外之音 弦外之音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要看你怎么去看 另外一个叫五里头的 就是没有 完全没有逻辑的 这五里头这个字呢 在台湾以前没有 这是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字 主要是由周星驰的电影来的 然后影评家碰到周星驰这种表演方式 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他 后来就用了当时的广东话叫五里头 所以刚开始呢 我记得这个大概二三十年前吧 周星驰电影来台湾的时候 就说五里头五里头 影评家一直在讲 我就不太懂什么叫五里头 现在五里头几乎不需要解释 完全不需要解释 二十年后 完全不需要解释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五里头 那现在周星驰电影又一部不如一部了 十几年前上课 同学 真是一个教室里面容不下两个星爷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讲一个教室里面容不下两个星爷 我第一次看到学生穿一个T恤 写爆浆赖尿牛丸 我这人对所有T恤的字都很好奇 我说同学那是什么 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周星驰 然后就一群同学啊 都是那种周星驰迷你知道吗 然后开始就在背诵那个 电影里面的那种话你知道吗 然后每个人 像是一个脑袋那样你知道吗 好可怕 那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老师你没看石神 我说没有 他说你回去看石神就知道 然后大家就一副那种沉醉在那里面 他说老师我还要什么纪念品 我还要什么 还要什么这样 哇讲的那样 然后全部女生都这样 然后我就加入女生的行列这样 那些男生就觉得老师 你这样不会红的啦这样 然后后来就收到了这个成品 那是好读杂志 说希望我对这个周星驰的电影 发表点看吧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一个教室里容不下两个星爷 就他们跟我要照片 我就不提供照片 结果编辑非常困扰 因为其他人都提供照片 只有我不提供照片 所以万一你将来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一期 你就看到我是唯一不提供照片的人 以前演讲呢很多人希望我提供照片 我都拒绝 我说我去演讲我不是去卖脸 为什么我要提供照片 我说我买了照片可能人家就不来听了 这是我的那个笑话 结果有一个小姐呢 就觉得很困扰 因为她全部人都照片 二十个演讲 每个人都有照片 只有我都没有 她说孙老师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想请教一下 你是不是长得很丑 我就好高兴 我说我这脸脸不伤残了 我就顺着玩下去这样 我怕我吓得吓到大家 她就真的信以为真欸 她说那我可以把你修片修一下 我说你去放上刘德华照片好了 後来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放照片 我就不去演讲了 我最后的杀头见是这个 後来人家就不邀请我 所以各位给各位一个教训 你要跟人家谈判之前 你要奠奠自己几两重的嘛 你要是没那么重 千万不要像老师一样 那我就不去演讲 你说好那谢谢你 谢谢再见再联络 我真的不太懂欸 演讲为什么要放照片呢 很多单位会听我的啦 就不放照片 那有些人就很喜欢放照片 我不太懂为什么 我这个行 我就放照片干嘛呢 看到本人会比较可爱嘛 对不对 你放照片呢 我说你可以放艾未未照片 说胖一点的时候她就这样 我一直希望我的照片 好吧 我比较胖的时候真的很像艾未未这样 真的很像 而且我真的也认识她 在她还没变成现在这样的时候 我说不然你就放照顺的照片嘛 各位要小心身体不要中风 我也可以 那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觉得我长得像张飞 这点我到现在为止大惑不解这样 我觉得张飞的招牌是那个头发呀 我没有啊 可是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你就长得 真的你讲话的样子好像张飞喔 我又不骑重机 有一阵子有人谣传我骑重机 你知道吗 这有关我的笑话 有的其他谣传非常的奇怪 有同学说老师你的重机停在哪里 我说蛤 他老师不是有人说你骑重机吗 我说同学 你真的没有尝试 我要是骑重机 我绝对不会停在后面 重机跟机车不是同一个caliber 你知道吗 这不能比的 我骑重机我还摆在你们那里 我出去的时候就没了我 我要是有重机 那要不然就停在委研究室 要不然停在停车场 要不然就叫一只西藏豪犬给守着 重机几百万的事情 那跟那种 我连其他车我都不会一起停 然后一副那种我穿的皮衣皮裤干嘛 我SM啊我 我整死买鼻環呢我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好奇怪好奇怪的 有关我的这种想象跟谣言 如果各位知道的话 一定要让我知道 我骑重机的事情是让我最好笑的 还有人把那个学生当成我太太 大家对那个老师的太太都非常的好奇 这样 所以有几次呢就毕业的学生来研究室找我 然后呢我通常都注定别的隐私权 然后同学挑门 我说什么事 那老师你有客人呢 我说有 那同学都很不客气 我这样看一下这样 然后看一下就看到有人坐在那 然后那个学姐当然很礼貌 就跟你点个头啊这样 然后他就小声说老师那是师母吗 然后那学姐听到就说我有那么老吗 然后忽然间就忽然间变了一个样 你知道我突然发现我的研究是变成动物园这样 然后另外那个人就跑了这样 我就很尴尬说年轻人不懂事嘛 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把所有人都骂到了 我是老师他敢对我怎样 那他想跑了我治不了他 他还在呢 他说老师我真的年轻的时候 你那么不懂事吗 我说哎呀我多年后才敢告诉你啊 你看这就不是化解了吗 我也骂到人了 我也对不对 总比说你那么丑 那个事情我蛮介意的这样 这个荒谬剧场啦什么的都是这种 缺点呢还有身体精神跟道德上缺点 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啊 那很多人都有 我们都不是玩人嘛 都可以开玩笑吧 以前我们一个老师 这个我们社会系的另外一个老师 长得非常高 他有一阵子要买车 他说哎呀我到底要买什么车啊 我说哎呀你也买车 就是买那种有那个天窗的车嘛 你那么高 你当然就头站在那天窗外面这样开 所有人都觉得好搞笑这样 他气得他这样子 后来买了车果然有天窗 虽然他不需要把头伸到外面这样 后来你看什么 《最后大丈夫》是吧 第三集是吧 台湾是不是翻成《最后大丈夫》 那over hangover 对 不是一开始有一支长颈鹿吗 我就想不会吧 我看电影看那么多人 果然 好狠喔那电影 我这个人常常就是现在文一之二 你知道吗 就看电影看太多 一有这梗出来 我知道下面大概是什么这样 我现在想希望练到那种 看完预告片就知道整部电影在演什么 这种技巧 因为最后你自己看完电影有时候 你发现真的比较好的都在预告片里嘛 有时候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 好另外是小事故 踩椒椒皮滑倒这个 这大概对小朋友有用啦 对大人大概不太有用 我一直在街上滑倒 没踩到椒椒皮也一样滑倒 滑倒那天还下小雨 然后我买了一双鞋还真的是防滑的 我滑倒以后我就躺在地上 也没有任何人过来 没有任何人过来 你知道吗 我想总会有人嘛 就过来这样没有 最后看都没人过来 然后自己发现 因为我滑倒这一撒那 真的整个人四脚朝天 后来发现为什么讲四脚朝天 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我躺在那里就想四脚朝天 不是两只手跟两只脚朝天吗 为什么我要讲四脚朝天 为什么中文这样 我就躺在那里想了半天 然后最后才慢慢自己翻身爬起来 然后发现呢 只有手肘这边有一个伤 很奇怪的伤 其他地方完全没有受伤 我以为我伤到脊椎 结果我真的躺在那里的时候 天空还下着小雨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 像这种天气 然后我竟然想说 为什么叫四脚朝天 后来人家问我说 你有没有伤到 我说有 我后来发现了 为什么叫四脚朝天 你还觉得我这个人实在极度无聊这样 他说真的没伤到 我说可能伤到脑子 我说这可能是最大的伤害这样 不然为什么人家伤害 摔倒以后那个 我伤到以后我起来 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 看有没有监视器这样 会不会第二天上YouTube这样 看有没有行车记录器这样 搞不好我可以申求 申请国家赔偿之类的 好了 那无时间性的吊诡 这个叫笑话的本质 通常不是特定时空 笑才是笑话的本质 所以有些虽然有二次大战的背景 那有些真的换一个时空改一下 还是可以好笑 还是可以好笑 像那个长得很丑的事情 大概就算漂亮的也会很好笑吧 尤其外星人来以后 我是一直想发明一堆 有关外星人的笑话 我觉得蛮重要 这为了将来宇宙和平着想 你外星人来要怎么跟他讲笑 我看ID4的时候 ID4是第一次他们对外星人的形象 非常有重大的改变 一般的外星人电影 都是演他们个子小小的 要不然就绿色的人 要不然就是没有头发 那种小到光光头的那样的 那自从罗斯威尔事件51区以后 他们都幻想外星人是长那个样的 那ID4改变了呢 ID4的外星人各位小说看过吧 ID4外星人长得像鱿鱼嘛 章鱼嘛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吃章鱼烧 你知道吗 每天外星人来的时候 就以你吃章鱼烧的数量 来惩罚你 不要说我没教你啊 你们只学火星文啊 万一来的不是火星人 你怎么办 小心喔外星人很狠喔 不要以为他们都这么可爱 不要幻想这种 就像小动物一定有 小动物的妈妈告诉小动物说 你不要相信人类 除非你可爱 懂吗 我相信原子的妈妈一定告诉他 说不要智商太高 你智商太高 他们会把你送到马戏团去 所以原子就看起来没有智商的样子 懂吗 这是他的保护色 他只要稍微翻个跟斗 然后那样子 大家就高兴到不行 对不对 这就是疗愈系 要走疗愈系的 各位同学 各位大学毕业以后 要怎么办呢 就练习微笑 懂吗 跟熊猫学习练习微笑 然后每天就在家里睡觉 然后稍微起来 然后就 然后最好拿着竹子 懂吗 竹子是另外一个 那个那个 我觉得这个会增加的 竹子包括可以做筷子 可以干嘛 王阳明不是隔了七天竹子吗 为什么也隔出一只熊猫来 我觉得把王阳明跟熊猫摆在一起 这真的是 中文化三百年来可以接上的 懂吗 竹子啊 竹笋啊 还有筷子啊 还有那个日本 不是有那个什么面吗 要透过一个竹子很长很长 这样滑下来 日本人大概没什么玩具可以玩 把食物当成玩具 我每次看到那种都觉得很搞笑 我小时候只有玩那个弹珠 我希望把它很高的这样 然后找那种这样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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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轻小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 怎么样让他能够 如果你那个都不动的话 动的话有那个可以 送上去然后又可以开始玩 好了那另外政治挥胁的受害者 受害者 他政治挥胁作为一种 这个作为的委打错了 大概太喜欢汤委的结果 变成这样 作为一种沟通行动 他政治效果的禁用 要看部分的政府形势而定 其他影响包括物理距离 有没有独写能力 有知无知 政治审查跟政治恐怖 受到政治限制的人民 通常会有公民的无幽默感 这实在非常酷你知道吗 通常公民的无幽默感 就是比较政治不自由的国家 因为他不敢乱笑 这笑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在讲前面历史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中华文化的历史 都不主张笑的 都不主张笑的 幽默、诙谐都跟笑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个历史上最可怕的一笑 就是请国请成之笑 这个叫包四 包四的英文名字叫Pause 各位都知道 现在变成一个护手的洗截精 包四就是因为他不笑 所以周游王就希望他能够笑 对不对 然后周游王后来就是什么点风火 然后最近有学者考证说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有历史学者非常认真的考证说 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但是历史嘛 有的时候只是为了一个教训 有没有发生不重要 那从这里得到什么教训 相对而言是比较重要的 有没有发生你也不在现场啊 不是吗 好有的时候有公开的言论自由 但正是笑话流传还是很少 然后呢除了正式的传播管道以外 笑话还保留了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 这是在网路盛行之前 像网路一旦盛行 网路某种程度就是口耳相传的一个文字形式了 那有些那个通讯软体还可以录音的 还可以当电话讲的 可以当留言的 所以现在方式非常的方便 以前的那个通讯软体 如果要通讯化都要打字 那我们这辈的人很多人不会打字 所以限制了通讯软体的使用 但是这些人都很厉害啊 像我使用的几种通讯软体 现在都可以用打电话的 可以用讲的 讲的比较快啊 各位同学呢 因为从小就练就着这二指神功 所以你打字很快 我讲的很快 那我在电脑键盘上 如果是桌机的话 我也打得很快 可是我用iPad就打得很慢很慢 所以这个有些人看了这个电视 只要写信给我 就说听说你打字很慢 我就不麻烦你 我真的打起来是很快的 但是我得坐在我的桌机上 那如果能够电话 那个我讲的更快更多 所以有时候我跟有些人通信 我就用讲的 我可以留言一分钟 我大概就留个四分钟 这讲的会比我用手写的快 而且我现在手写常常会有错字 那这错字真的不是我的错 那个错字就是因为选字不小心 或者他自己选字 我最讨厌微软注音输入法 让我的国分程度降低了很多 他认为是那个字 那我认为不是 结果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错字吧 那真的不是我的错 我是大学教授 这可能错成那样 这不可能的 懂吗 懂吗 我只有写不出的字 我不可能有错字啊 好 那有这个 当不能公开表达意见 低语的笑话就会流行 叫whispered jokes 就大家偷偷讲 然后你有默契 我有默契 你不会跟人家讲 我也不会跟人家讲 然后我们就有这种低语的笑话 不是真的讲话声音很小 而是受限 我讲给你听 你很高兴 像我最早听到 蒋介石当总统的故事 是在美国先听到的 美国听到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你知道吗 不知道怕哪个人哪个料边 就把你抓 就把你告密说 你讲这种笑话 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 都是自己可以信赖的人 那后来回台湾上次 说多加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刚好在场 那个已经解研后了 大家就讲得非常的开心这样 好那笑话流传的场景 通常是街上 火车车厢中 因为见到面以后 就再也不会见面 有的时候你坐飞机 或长途旅行的时候 会跟你隔壁的同旅行的人 会讲很多私密的话 因为你保证 这辈子大概不会再见到他 军营礼啦 散兵坑啦 这都是打仗的时候 工作单位的餐厅啦 理法厅啦 男性俱乐部啦 女性社交场合 市政厅 少数地方是厕所 厕所笑话很多 像程翔所的这个 毕童达老师 专门研究厕所流言 他研究了很多了 很早就研究了 我也是问他 那女生厕所怎么办 他说我再请人家 进去帮我照相啊 这女生厕所流言 跟男生厕所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们 我不是跟他在纽约认识 但是我们同时间在纽约 毕老师曾经有一次 还在我们家客厅坐 结果我们后来谈到这件事情 他不记得那是我家 我不记得有他那个人到我家 我说对啊 那天有几个人来 三个人吧 左边的那个人是谁 中间那个人是谁 右边那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最后归纳出来 右边那个人就是他 可是他说我也记得有那个人 有那个人我不知道主人是谁 主人就是我 后来这个我们两个碰到 觉得很尴尬 刚好两个人还似乎相认 然后竟然都忘掉 同在现场忘掉对方是谁 结果这样凑一凑 用去非法发现真的是对方 因为讲的很多事情都一样 并没有这个互相不一样的地方 好 政治笑话的原创者 通常都是不详的 这不详是不知道 当然也有不吉详的意思 讲完可能被抓去毙了这样 所以通常不详 那政治往往笑话原创者 就是笑话的受害者 你讲完笑话 你可能这一生就是以那个笑话著称 然后你就为那个笑话牺牲了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很酷 如果死的时候 假如是一个流传千古的笑话 那将来人家记着你 就是因为你讲的那句笑话 你不觉得很酷吗 然后你就挂了 最好笑话讲完了 不然笑话没讲完也很 我年轻学到我小学的时候 参考书上就这样写 参考书哦 心学有数据的参考书 写说金圣炭在过世的时候 最后的一句话 我后来要找 竟然不太能够找到 有类似的那个 他最后一句话他告诉 不知道是筷子手还是跟谁说 他说你知道吗 豆腐肝跟花生一起吃的话 有火腿的味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这顺序 然后他就挂了 就被斩头了 我后来本来这学期要增加金圣炭的呢 然后找了很多资料 要看发现哎呦很难 像我这样要写出处的 就非常困难 我本来写苏中坡的 他也传说很多笑话 但是我都不知道那笑话出自哪里 你这样找 就不太找到来源 这就是各位隐正不小心 这个weekend 我太太去参加一个 外国老师上课的人 他就line我说 你帮我查一下这句话出自哪里 因为我在我太太的心目中 我就是那种冷知识最强的人 什么事情只要问我 几乎没有不知道 几乎没有 不过当然不要忘掉 这有太太的偏见 因为她是我太太 她能怎样 她能找别的先生吗 当然不行 她就传给我一句话 so at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说这是出自老子 我太太说 那你就查一下出自老子哪里 我就google了一下 发现天哪 一堆人引用这句话 都说出自老子 没有人说出自老子 哪一个翻译本 然后没有人出自说老子第几章 都没有 那老子真讲过这话 这话太现代了 以至于听起来 不像是老子讲 我就上网去查了 那上网网上就有说 谁能告诉我 这中文翻译原来是什么 就有一个大大就回答说 啊就是出自这句话这样 我想这个大大的中文程度太烂了 这句话怎么翻译 也不可能翻译成那样 可是很多人就相信那个大大 你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只要有人给你答案 你就相信它是对的 因为它是大大 我只有一个大大值得相信 就好大大鸡排 那个鸡排是值得相信 因为它真的很大 那其他的大大都不需要相信 结果那是错的啊 后来看到另外一个 查了好几十个网站 结果另外一个查了另外一句话 那也是错的啊 于是求人不如求己 我就在家认真地把老子 全部看一遍 我找了中英对照版 看一遍 看有没有 第一个查不到这句话 是出自哪个译本 这是查不到的 我还找了一个外国人的网站 他有几乎所有老子的英译本 几乎所有老子的英译本 我就是去查这句话 也没查到 所以你知道吗 有些话是以讹传讹 你知道吗 我现在初步认为这句话以讹传讹 不过找到有一个答案 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没找到这个答案的英文译本 在老子第十六章里面 老子第十六章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一段 我不太记得 叫做 反正那段叫做 有一个叫知常曰明 我觉得这个意思很接近 这个 最后一句话 知常曰明 前面还有两三句 第一句话叫 智须及守静读 接下来的话 还有三句话 才到知常曰明 我觉得那个翻译就应该是这三句 可是我找不到那个译本 国外人超爱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 就像有一句话说是泰戈尔说的 其实后来有人考证其实是张小贤说的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大家都说是泰戈尔说的 大陆还有一个精心考证的这句话 然后前几天我收到一个大陆的收看 看学生来信就把我引到这个网站 这网站有非常详细的考证这句话 不是泰戈尔说的 叫伟泰戈尔说的 所以这个也是老子的话 可能也不是老子说的 然后在美国中国餐厅 你吃完饭以后会送你Fortune cookie Fortune cookie呢 你把它剥开以后呢 会有一张小纸条 都讲Confucius said 孔子说了什么 没有一句话是孔子说的 所以一样大概类似这样 那个人可能剥开了以后 发现是老子说的他就很高兴 就把它当成老子的话 接近的是这句 有一点接近 但是我们中文光看这句 你大概不会想到 是那样子的英文 英文真的很简洁 At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want to do 这是讲的非常非常 就是在你的心中 你知道你是谁 而且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这个跟这个比较起来 真的是有一点落差 好 回到这里来 这代表老师实在有时候很无聊 大家还没事 被老婆指定功课去查这样 然后第一 1961年 主起柏林围墙以后 现在柏林围墙垮了 这留了一段都参观用了 东德难民被问及 在何处听讲 有关东德领导人 Wu Brecht的笑话的时候 在家庭中听到只有8% 在工作跟办公室听到 占83% 然后包括大学跟中学 高达88% 这是东德在比较 在比较那个政治 这个比较这个严苛的时候 所以笑话是这样 平等人之间的笑话 通常说笑的人跟听笑的人 都以受害者为主 这是攻击型的笑话 这是民主国家竞选时候 常见的情况 马上我们又要选举了 这次好像这些人 是要选台北市长嘛 马上又一堆人开始出来 要讲别人的坏话 现在两党的候选人 全部都摩拳祸祸祸要出来嘛 好 那这个政治场合 像国会辩论 这种机制打岔 可以被当成是 平等人之间的笑话 那受害者也可以 机制的反存相机 以挽回颓势 我们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都不太能够用幽默方式回答 会被认为不尊重别人 好嘞 那我们回到上礼拜 接下来的政治笑话 政治笑话 我们上礼拜说了很多 还忘了讲一个 是比较现实的政治笑话 这个现实的笑话的话 在上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政党轮替的时候呢 不知道怎么搞日常生活 这当然也是有人讲 谁讲已经查不掉了 说这个新的总统上台 救了总统下去了 然后救了新的总统 救了总统下去以后 就被法律这样告来告去 说走了一个谋财的 来了一个害命的 因为新总统上来 就发生了奶粉的事情 好像是 还是什么事情 连美国回来的人都讲这个笑话 给我听这样 听说你们现在走了一个谋财的 来那个害命的这样 你以为那才是开始吗 你以为那已经结束吗 现在看看好像是开始 不过呢 你看这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 你很难证明 食品安全跟国民健康有什么关系 你说这个癌症特别多 洗肾人特别多 可能有不必要的医疗啊 台湾有的事情真的很难说 反正跟薪水没有关系 薪水在这二十年来 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状 好那政治诙谐有没有受害者 很多笑话这种讽刺的啦 或这种挖苦的啦 都有可能的受害者 那他这里呢 这还是呢 Hans Speyer那篇文章 他说呢 政治诙谐是作为一种沟通的行动 这个为打错 政治笑话的accessibility部分 要视政府的形势而定 你能不能接触到这个笑话 像现在台湾比较民主了 所以有关我们的台湾的总统啦 或任何有名人的笑话 政治人物的笑话 我们上课也说过很多 在台湾就讲起来 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 当然不支持你的这个政党的人 那当然会听得很不爽 但他也不能说什么 他只能用另外一个笑话来回敬你 那在比较极权的政治里面 那笑话就不能讲了 不能公开讲了 都只能私下讲 或者在国境之外的地方讲 我先把这个圈起来免得忘 那这个其他的影响因素 包括物理距离啦 就是你是不是在那个国家 你这样讲会不会出问题 第一个有没有读写能力 很多笑话不需要试字 你听了就觉得 于心有气息烟 你就会觉得这笑话很好笑 如果讲的刚好是讽刺你 那当然就不好笑 第二个第三个跟无知有关 跟政治审查有关 跟政治恐怖有关 如果有政治恐怖 那大人一听到小孩讲这笑话 就会非常紧张 朋友之间也不太会 跟陌生人讲这种政治笑话 因为不知道何时会惹来杀身之祸 像我上礼拜有讲的那个 有关民国到底后来 中华民国的几任总统的问题 那个在蒋家政权的时候 我就没有听说过 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有人讲这个笑话的时候 还要这样子看一看 然后确认你不会乱搞 才跟你讲这个笑话 那等我真正听到笑话的时候 台湾已经解言了 所以讲的就比较 解言以后 很多人也不愿意讲这个笑话 没什么太大意思 有时候讲笑话 有一个快感 就是你打嘴炮以后 竟然你还可以展现出你的 博学多文 还要展现你的智慧 有时候是为了这个 并没有太多的反抗的意思 好 那受到政治限制人民 通常会具有公民的无幽默感 这他发明的一个字 大家都非常冷漠 不敢有任何表情 特别是你现在看北韩 或者以前台湾戒人时期 一般老百姓的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没有表情的 现在台湾人的脸上的表情都是 日子过得不怎么样 那种表情很糟 那有的是过得还可以 但是没有表情的 以前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地方 也是没有表情的 现在我去看也有表情的 但是表情是好跟坏的问题 当然因为贫富差距 所以有人活得很舒服 有人就活得很糟糕 在台湾也是一样 在地堡里面人活得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新闻有很多你知道 有时候除了有公开的言论以外 政治虽然有公开的言论之后 但政治笑话流传还是很少 我觉得台湾就是政治笑话算起来比较少的地方 一方面可能大家对政治的问题看得很严肃 所以不用笑话的方式来表达 而用比较直接的方式 你不爽你就去抗议你就去丢鞋就是干嘛 好那接下来呢 当负能公开发表这个意见的时候 你的低语的笑话 就大家那边murmur这样 那种笑话就会越来越流行 因为大家要发泄自己的那种不爽的情绪 当然因为民主国家通常你发泄不爽的情绪管道很多 所以不用笑话这样的形式 那笑话的流传场景 街上啦火车车厢中啦 那是还没有高铁的时代啦 高铁时代你笑话还没讲完车就到了 现在高铁把台湾距离拉着实在是有够夸 全世界除了美国没有高铁之外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高速铁路 高速铁路真的坐起车来很不一样的感觉 台湾自从有了台北市自从有了捷运以后 你就觉得台北市的城市的感觉就进步很多 尤其捷运带动了大家很多守法的规矩 譬如说不能吃东西啦排队啦 这个那以前在坐公车时代是不会发生的 我1993年到香港 刚开始碰到香港的捷运 哇我就觉得香港人实在是个 太高尚的民族了这样 平平都是华人为什么他们做得到我们做不到 1993年然后最近呢 有人前一阵子啊有人从上海来 觉得哇台北人好干净啊 你们空气真好啊 你们阳光真美啊 你们的导百姓真丑秩序啊这样啊 有人就开始对台湾有一些很奇特的幻想 听说有一群人呢特别热爱中正纪念堂 那些人他们有大陆人叫他们叫国粉 叫国民党的粉丝叫国粉这样啊 这国粉呢到目前为止是最支持我们总统的人 我们总统要是到那边去当领导人 我相信一定国粉会支持他 他大概可以统治很多比台湾大很多的省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他的后路应该蛮大的 国粉啊 那国粉讲的话你都觉得 我住在中正纪念堂附近 结果有一次这个有人来要去参 说不能去参观中正纪念堂 说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交换生 大陆的交换生说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呢 有公安特别把他们找去 告诉他们有几个地方不能去这样啊 中正纪念堂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他就真的以为 因为大家都说不能去就没人去 我说你放心好了 在中正纪念堂几乎没几个台湾人 他不相信 我说那我偷偷带你去 我就偷偷带他去这样啊 去了以后他发现到处都是老乡 然后很多人还在当场在那边发微博 真的就到了中正纪念堂照相 一堆国粉这样 真的一堆国粉 那个不去的大概都不是国粉 大陆人很多 国粉有一半的话 如果大陆能投票 如果能真正的投票 我觉得情况大概就 很有得拼这样 真的很有得拼 这是我们在台湾很难想象的 我们觉得台湾不怎么样 人家觉得我们台湾很怎么样 华人的光荣什么之类的 我想啊 那薪水那么低 华人的光荣 你好歹我的薪水要跟新加坡教授一样 或跟香港教授一样 我觉得那就是台湾的光荣 就并没有 好嘞那1961年 这是讲国外的情况 这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讲台湾的 台湾都是我自己发挥的 1961年呢 竹起柏林围墙之后 东德难民被问及 在何处听到有关东德领导人 Wublech的笑话的时候 在家庭中占8% 有的家长还是不希望 让小孩知道这样的事情 因为小孩到学校乱讲 家长会引热到麻烦 第二呢 是在工厂跟办公室听到 占83% 你看这有多高的比例 那时候这个工厂跟办公室 大概都是东德的 共产党政府所控制的 如果包括大学跟中学校 比例高达88% 所以好像我们觉得 那个集权政府 在很多地方控制 但是那个笑话还是流传下来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知道 你与其不让他讲 不如让他讲 让他讲呢 伤害很小 你不让他讲呢 将来累积的情绪 爆发会很大 所以这是88% 那政治笑话的原创者 通常都不详 然后呢 笑话的原创者 就是笑话的受害者 通常 那你用这种方式 自嘲的方式 来度过这个 比较难忍受的环境 那笑话的原创者呢 跟听笑话的人 跟受害者三者关系 跟三者享有的政治权利 应该是有关系的 但他也没特别说明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平等人之间 说笑人跟听笑人 通常都以受害人为笑柄 这是一般的笑话 是这样 那民主国家常见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能讲你笑话 表示我跟你是平等的 特别是讲攻击型的笑话的时候 那政治场合 像国会辩论中 机制打岔 可以被当成是平等人之间的笑话 所以很多人喜欢讲话 那后来议会里面 通常都有一些规矩 就是谁有讲话几分钟权利 你基本上不能打断他 那现在开会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打断别人的会 别人讲话 通常别人会抗议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先讲完 你再讲 每个人都有相当的权利 那权利大的人 通常都有机会 可以打断权利小的人 权利小的人 要打断权利大的人 那后果很严重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长官在上面讲话 下面有人讲一句什么话 大家大笑 长官一定会说 你说什么 会这样吓唬你 没有啊 没有为什么他们会笑 因为长官没听到 当然其他人都听到 那当然长官 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因为他不知道 别人要在背后怎么弄他 那受害者也可以 机制的反唇相机 因而挽回颓势 就是看谁掌握了 最后一个说话的权利 那这个有时候 就是看你的机制 好 那这是247 那有权利者的笑声 笑声可以让所有发笑的人 感到平等 当权者的优势 因此遭到悬割 你如果笑得跟你讨厌的人一样 你就可以笑他的话 你觉得你跟他是平等的 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那这里面包括了一个 所谓意识形态的笑话 这边有个J是多打的 那威权主义的政府 通常以绩效少数民族或敌人 来达成宣传的目的 像纳粹 纳粹德国时期就是这样 有些人还要求你要背诵那些笑话 这最有趣的是 我们大家现在在这个 我们的意识形态上都反纳粹 谁要说纳粹 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听说前一阵子 这个多元家庭的游行 就有一些年轻人的团体 穿着纳粹军官的制服上街游行 我看了一个小新闻 有人就说这是很不恰当 那些人觉得没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 纳粹对于有些犹太人来 对不是有些犹太人 对不起 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糟糕 以前有一阵子台湾有一个餐厅 是纳粹餐厅 被以色列代表处抗议 后来好像关门了 还是就销声匿迹一阵子 现在有这个什么坟场餐厅 有监狱餐厅 还有那个厕所餐厅 你都可以你用个纳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最近又看到抗议的人里面有这个 就完全不了解这个 然后有趣的是 有一次有人在讲吃树的问题 要鼓励吃树 所以有人说吃树的都是好人 有人说不 有一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是吃树的 谁 希特勒 希特勒吃树 所以你要说吃树是好人 希特勒就会让你 整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那天看到一本书就这样写的 我一直认为吃树的人 比较爱护环境比较什么的这样 希特勒觉得他爱护环境 所以他除掉环境的败类 那在他来看 犹太人就是败类 这是跟我们的现在想法是差非常远远 但他真心这样相信 当时很多德国人也这样相信 很多人认为德国的文明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 这一到现在为止 历史学家都还在追究这样的事情 德国人本身也对这个非常的困惑 觉得这真是历史的耻辱 德国人还是愿意去面对自己过去的战争的这个 罪在的问题 很多文化的人都不太回想自己对于自己同胞的残忍 这几乎每个文化都有的事情 对别人的残忍因为别人会给你追讨 对自己的残忍很多人就当作没那回事就过去了 我们在台湾以前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够去讨论二二八的问题 现在可以讨论了有一阵子也经过了一些紧张 现在就例行化没什么特别要紧张 以前二月二十八号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就是你一旦把他有些人的那个愤满能够达到他的要求 那些事情就过去了 那过去呢就一直隐藏不让讲不让讲不让讲就累积了那种情绪 现在在有些国家还是这样啊 像二十大战的有些问题也没解决啊 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啊 三不五十又被拿出来讲啊 经过神社的问题啊 中国大陆的文革都有些问题 还有那个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有些还是不能讲啊 每个文化都 以前法国在这个阿尔及尔战争 那个对殖民地的那种那种那种残害 有一阵子也是不能讲啊 后来都能讲了 这事情就比较容易过去 不讲都不会过去 这很多人不能理解的 我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说 好那这个 刚刚有讲到有权者的 或当权者的笑声 那无权者的笑声 他认为因为有时候会带来危险 所以有两种例外 一个无权者只能以自己当笑柄 歌颂这个当权者的伟大 另外一个呢 是愚人跟专业幽默师才 可以再有权力再有权者 就前面讲笑话演艺人员 当然这个笑话都是要很善意的啦 所以这个是在积选国家要当幽默的 或当笑话演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是做得到的 有些人做不到 我大概就做不到吧 好所以我们这种人再差也得活在民主的时代 不是民主的地方我们活得很辛苦 不是民主就不用教幽默社会学 我们就教狗腿社会学 教大家怎么狗腿 我就每天回去看着我家的狗的腿 研究一下 好那这个他说激进的攻击型的政治笑话 并不只有批评 这个有权的受害者 而是将当权者享有的权力荣耀财富 在笑话中加以剥夺殆尽 以便和其他人没有不同 在我们开始教到的古迹列传里面那些人 其实就是把这些当权者的某些权力 拿来做讽刺这样 所以那个绝对不是民主时代 但是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说自己自身守身如玉的人 被耻笑为好色淫荡 说自己勇敢的人被讽刺在为难的时候 尿湿的裤子 无所不能的暴君被暴掉性无能 然后富人呢其实跟穷人一样 聪明人其实很笨 那这都是在那种文化之下 在那种政治氛围之下 你能做的事情这样 那无权者对于有权者的笑话 多半不在于性欲方面 而在于尿粪方面 当然不会放过当权者的怪异行为 跟性病方面的嘲讽 很奇怪当权者呢 不管民主时代或是不是民主的 民主国家或不是民主国家 当权者很多都有很强的信誉 然后都有很多这个情感上的纠结 这很奇怪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也是呀 以前我们的有一个老师说 哎呀这个东西就跟生物界是一样的嘛 那种叫Alpha Male那种人 很多女的都一直很雄伟的公鸡 都有好多母鸡要跟他在一块的嘛 这是我们在这种 没有女性主义时代的老师讲的话 这样 男人当然要三妻四妾了 这表示男人有地位 那个时代还能讲这个笑话 我们现在讲完这个笑话 马上就得说 这是我不赞成的说法 要不讲这个 或这段被掐掉 我就每天就有人在我家门口抗议 所以时代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有的老师在那个时代 会讲这样的笑话 或者真心相信 他不认为是笑话 现在我们来看都是笑话 好那低语者的笑话 跟一般的笑话不同 低语的笑话并不必然 是一种抵抗的征兆 不必然 因为低语笑话办 这个安全办的功能 可以将当时的挫折 这样比较低 这个一直是某些 心理分析的人提倡的 他认为你有情感上的挫折 就要适当的宣泄 这个宣泄呢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 会对你的心理健康 造成比较正面的影响 如果你都不宣泄的话 压压压到最后 你可能就选择走上不好的路 很不幸的这个周末 我们学校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知道 珍惜生命 我在以前就听说过 大家都喜欢去那里 那栋楼看夜景 或者 听说还有150公分的 什么蓝网这样 我那个跟一个人聊天 他说你们怎么没有 那个在外面再一层呢 他往后跳 还是就跳到网子里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富士康有一阵子 有很多人跳楼 富士康做法很多 一个就是传统做法 就是找人来做法事 另外一个就是心理辅导 找一群人来做心理辅导 另外就是怎么样 他反正很多 就不是在制度上 所以另外就做拦网啊 你要跳怎么跳 反正你研究嘛 一个人能够用的抛物线 能多管 你就把那网子拦住 他就跳不出去那里 跳不出去 他就卡在网子那里嘛 这都是可以做的做法 我不知道学校到底怎么做 我也没去过那栋楼 我每次经过那栋楼 说这楼该那么高干什么 我每次看到高楼都很紧张 像那栋新的楼也是一样 那栋新的楼 我看完以后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要阳台干什么 真的你说现在一个楼要阳台干嘛 我马上得出结论 第一个抽烟用 还有什么 晾衣服 在研究室晾衣服怪怪的 老师你在里面干了什么 需要晾衣服 晾衣服阳台可以用 还有呢 在太阳 在太阳你坐在屋里也可以啊 窗子打开就可以用了 绿化也是啊 还有摆箱子的 你买电脑以后什么都要 要不要一个礼拜保固期啊 你常常一放就放旺啦 那你要往哪放呢 不是往上堆就是往外堆嘛 对不对 摆那个的 那阳台还有什么功能 哦 有人来了不想被见到 躲在外面用的 各位你知道吗 两个同学不愿意见面啊 那就赶快躲到外面去啊 那如果是 当然我们不能假设 老师都有小三啦 或小王啦 那就非常搞笑 还有就是那个拍电影用的 成龙啊什么的 哇就成龙龙这样 哇哇哇这样攀下来的啊 因为目前为止啊 我看到的所有的新大楼 学校大楼 都没有阳台 然后这栋楼呢 前面有阳台 后面也有阳台 我就到时候 要认真的看 到底 住进去的老师都拿阳台干什么 还有白冷气的 冷气主机的 对不对很多的阳台是做的功能嘛 所以我应该做一个猜谜游戏 你认为将来盖好以后 一年内那个整个阳台 有几个阳台 你来做一个那种 类似乐透这样 这个阳台会弄什么 那个阳台会弄什么这样 我是建议啊 可以弄彩色阳台 或者变那种LED灯 你知道吗 可以拼出什么名字啊 然后可以做广告这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 看那阳台我就觉得 阳台到底要干什么呢 那个阳台要是室内的话 会不会有人把它改成室内 窗子打进去打弄以后就变室内 如果是外面的房子 一定都阳台全部都外推的 台湾还有个法令 阳台可以外推45公分 所以你看到有人窗子凸出来 有没有 那都在合法范围之内 所以每次看到台湾的房子 都觉得看到什么 霍尔的移动城堡 就是那霍尔的移动城堡 每次看那个戏 我说他怎么想出来 那房子还会这样子 然后那房子盖得歪七扭八的 对不对 霍尔的移动城堡 台湾好多地方让我想到 霍尔的移动城堡这样 我一直觉得 宫崎骏应该到台湾来看一看 他画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好那这个低语的笑话 然后挥斜跟死亡 他激进的政治笑话 表达了要杀死对方的愿望 把对方的死亡当成一件喜事来说 将愤恨不幸转成笑声 这个我们通常叫做黑色幽默 有黑色幽默的电影 不知道脚架幽默 脚架幽默的Gallows 那个S一直在那里 不要说哎呀这个单数啊 就把那S去掉 那S一直在那里的 像学英文有个人说 奇怪为什么always都有一个S 因为他always嘛 不然怎么办呢 你怎么解释 那就是他的字啊 你觉得always在后面有一个S是多数 你就把那S去掉吗 同学 S有时候跟芝麻一样 多一点不会妨碍到你 好那这就有一个故事啊 就一个暴君掉到河里啊 他被三个路过年轻人救起来 为了答谢他们救命之恩 答应可以允诺他们的要求 第一个年轻人说要环游世界 第二个说要高级轿车 第三个希望有一场国杖 奇怪怎么要求国杖啊 暴君不解问原因 第三个说如果老爸知道我救了你 会毫不迟疑打死我 所以他要求国杖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啊这个 冷战时期苏联传出个笑话 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 披上防护衣 然后慢慢走向墓园 为什么要慢慢的 因为不要引起其他人争先恐后 各位现在活在这个时代啊 你们不会有这种核战爆发的恐惧 我生的那个时代啊 在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这种年纪 核战会爆发 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事情 从来没有人怀疑 一直到苏联垮台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阴谋啊 他怎么会垮呢 你看那电影里面 一天到晚都有那种人按错键啊 然后怎么就开始要爆炸掉对方啊 现在你们大概不会有人相信 核战一定会爆发 我那时代是相信核战一定会爆发的 到美国念书我上次有讲过 连那个地下室都储藏着这种 核战爆发以后 你要怎么survive 核战过后的那个 他们还有估计啊核战爆发以后会死多少人 然后剩下多少人要怎么样 最近看那个电影上重播那个彗星壮地球 他们就这样的紧急计划 我们台湾从来没有任何紧急计划 所以如果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了 这是也许是这种中华文化的东西乐天之命的善良的后果 所以从来不用担心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大家都会怎么样 好那他有研究 这个德国人研究政治笑话 跟政治倾向的关系 这个其实不算太难的结论 他研究的是德国的情况 他认为有着所谓反保守派的幽默 跟反左派的幽默 所以他们只有保守派跟左派 没有我们一般所谓的保守派跟激进派 那台湾呢 就谁是左派谁是激进派也搞不清楚 因为这种分类不太好 那左派的原因好像说 因为当时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议员都坐在左边 跟那个右边的人是不合的 所以都叫左派的 台湾是以颜色来分 笑话举例啦 Yoshika Fischer has been kidnapped Fischer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就这下面有注解 是绿党党魁 曾经担任德国国外交部长 他被绑架了 然后这个绑架者呢 demanding one billion euros 要一亿的这个欧元 Otherwise they will let him go again 要不然他就把他放出来 大家是怕他放出来 不是怕他被绑架 这是刚好跟一般的相反 另外children said the school inspector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question time To whom do we owe the clean air in Bavaria 巴伐利亚是德国的南边 巴伐利亚原来有四邦 原来两德 德国统一的时候在十有十一末期 巴伐利亚四邦原来考虑要独立的 所以我们干嘛跟他们一块呢 因为巴伐利亚呢 还有天主教的遗迹 德国后来是基督教为多 新教 新教 所以巴伐利亚你还能看到一些 天主教教堂 新教教堂没什么好看的 每个新教教堂因为都很辛苦 所以没有任何装饰 那这个天主教教堂呢 因为都要荣耀上帝 所以彩色玻璃啦 那个雕梁化洞啦 都是很多艺术品的来源 我到德国去以后 几乎都不参观教堂 也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在南边 就常常参观教堂 因为每个教堂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因为天主教教堂 从来没想到 那会变成那个 说好 我们有清净的空气 这该归功谁 归功给当时的这个 Premier Stoiber 都是因为这个谁谁谁的功劳 如果台北市长 举例来讲 不是讲现在的 我们这个有校园霸凌 该归功于谁 台北市市长 有校园霸凌 竟然登报 这也是台湾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校园霸凌 没有别的管道可以的吗 竟然登报 还把人家名字都写出来 这违反个资法 这个真的是台湾 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办 人家 而且很有名的学校 好了 那他说 另外这个都查 都学 school inspector and to whom and 这个and打错了 不是add and to whom do we owe the good food that we get every day 然后这个我们每天都有食物吃 这归功于谁啊 归功于某某总理这样 好 然后他说 who has ensured that we have beautiful mountains 谁保证我们有个美好的山林啊 那个Munfred 这个小朋友做 that was our dear god school inspector oh 这是上帝的功劳 有美丽的山林 Munfred这样回答 now with this with this the teacher turned pale and said 这个老师脸色大变了 开完绕 这个当然要讲伟大的总理啊 Mr. School Inspector 都查先生 Munfred doesn't know any better his father is a member of SPD 他爸爸给他错误的故事 所以他认为这是上帝 其实都是您的功劳 你看这个狗腿到这个地步 别忘了这是笑话 等一下我把这个改一下 然后第三段我以前有讲过 所以这三个人 Schroeder Triten 跟Fischer sitting in a boat 三个政治人物坐在一艘船上 The boat capsized and sank 就是船沉漏 Who will be saved? 谁会得救? 答案是Germany 这三个词了 根本就不会对德国政治 有任何坏的影响 反而德国会得救 Roland Koch Koch Visit a farm Invite the press Go with him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 我这里有血吗 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他呢 就要去 去拜访一个农场 然后就带着记者去 政治人物很喜欢带着记者去 A photographer takes a photo of him in the pig pen 然后那个 他在 他参观了猪卷 所以就有摄影师 把他照起来 然后Where upon Koch says to the photographer 那当然知道 大家对他不友善 所以他对这个摄影师就说 Just don't entitle that picture with something stupid like Koch and the pigs 你不要在那照片下面 写一个很笨的话 是什么 像这个总理 这个Koch 跟这个猪 在一起照相 No, no, of course not Photographer reply 那个摄影师就说 不会啦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第二天照片上报 那个照片下面写 Roland Koch third from left 左起三 台湾通常都这样 所以他跟一群猪在一起 那你为了区分他 你把他从左边算来 第三个就是Roland Koch 这骂得更凶嘛 对不对 好,那这个研究发现呢 他举这个例子以后研究发现 贬义的笑话 这都叫disparaging joke 贬义笑话内容 跟政治笑话好笑与否 以及厌恶与否 具有强烈的影响 但是反左派的笑话 跟反保守派的笑话 具有高度的正相关 政治倾向 因为保守的人 会比较偏好反左派的笑话 而不是反保守派的笑话 可是反过来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对称的情况 就说你 绿的人会比较喜欢 那个讽刺蓝的笑话 但是蓝的人 不一定会喜欢 讽刺绿的笑话 有点像这样子的结论 有点像这样子的笑话